在香港國安法之下,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沒有半點動搖 過去一年,本港的新股集資額超過五千億港元,比對上一年增加超過五成 聯繫活裡制度一如既往,運作良好 港元市場在2020年陸德資金淨流入 單在去年七月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至十月期間,流入港元體系的資金就超過三千億港元 現在本港銀行體系的總存款額比去年增加超過五分 香港去年底的基金管理資產淨值也比2019年年底增加大約兩成 這些數字反映投資者不但不會因為香港國安法而對香港卻報 反而因為香港國安法令社會回復穩定 他們對香港的市場更加有興趣,對香港的金融發展前景更加有信心 現在有大約九千間內地和海外企業在香港設有辦事處 其中超過四成是以香港作為他們的區域總部或區域辦事處 通過特區政府官員的接觸和相關機構的觀察 他們早期對於香港國安法的疑慮、關注已經不斷減退 而待之而起的是關注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機遇 越港澳大灣區的最新發展 以及什麼時候可以恢復香港和內地 以至其他地方的跨境人員往來 讓他們可以進行正常的商業活動 來的獄 女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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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 institution 如何 此 女士 女 女士 女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